广场的讨论话题 2014年虽然才刚刚开始 不过台湾的政坛已经在遥望2016了 台湾TVBS民调中心在上个星期 针对台湾2016总统大选 可能代表两党出马的政治人物 进行了一份交叉比对 以一对一对决的方式 进行了支持度的调查 那么究竟国民党和民进党内 谁最有机会角逐大位 台湾的2016是否会变天 而民进党的最大罩门 两岸关系和民进党对中国的政策 又是否仍是2016总统大选的决胜关键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洋先生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这个2014 不过现在台湾已经都在看2016了 那稍后我们图卡会放在我们的荧幕上面 想请您帮我们盘点一下 目前台湾政坛当中有哪些政治人物 最有可能浮出台面 成为在2016年角逐总统大位的最佳人选呢 目前看来民进党大概就是 还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先生 跟这个前任的蔡英文女士 那么但是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前一次的选举 2012年的选举 最大的问题是两岸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那目前这个罩门还没有拿掉 那么当然在国民党方面 目前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这个我想那个谁 马英九先生并还没有把这个台面 让给这些人去发展 那么所以呢像在目前为止来看 有朱立伦啊 有现在的副总统吴敦毅先生啊 有这个新任台北市长 好龙斌 好龙斌这样子 那么这些人呢 都有可能 但是他们到底在未来的两年 甚至于在这一次2014 这个大选中的表现好不好 也有可能就是说产生影响 所以目前虽然有可能 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拿到 这个所谓国民党的这个主镜头啊 所以目前来讲 还是有点 在宣传站上有点输给民进党的信 好的 谢谢蔡梁先生 很有趣 我们2014就先来看2016了 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当然这次TVBS民调中心 做了这个民调 把这些可能浮出台面的人选 拿来捉对厮杀 看起来好像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边最强的主力战争 应该是一边是国民党的 新北市长朱立伦 一方是前民进党的主席 蔡英文小英了 两个人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民调 对出来呢是42比42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 还有您认为现在谈2016 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呢 武汉教授 基本上如果面对是总统大选的话 现在已经开始在时下布局了 那如果现在不时下布局 将来也起步就先太晚 那所以这个朱立伦跟蔡英文 两个人各42% 显示呢两个人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 所以说2016要变天 我想现在还言之过早 因为这两年之间还有很多变数 这个当然也看台湾这两年的目前经济发展 是不是能够好起来 如果能好起来对于执政者是有利的 那么如果假如还是持续低迷 那这当然就有很大的隐忧 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大家在各自努力之中 好的 谢谢武汉教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 蔡大哥这个我们看这份民调 现在朱立伦跟蔡英文两个人是42比42 是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数字非常是有玄机的 因为看过去历届的台湾总统大选 那两年前的这个民调数字不会有这么多 等于说表态的民众现在已经将近有超过八成了 只有这个一成六还没有表态 您认为现在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两年的时间 就有这么多的台湾民众愿意针对两年后的总统人选来做表态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总统马英九 他做的执政成绩不让民众们满意呢 我想您的讲话是正确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是政治也蒙 经济也蒙 所以大家都对于赶快要换一个人看看 是有很高很高的期许的 那么我倒跟刚才吴教授有关法 有点不同 国民党假如未来两年这个经济还是很差的话 对朱立伦不见得不好 因为朱立伦的强项可能就是经济学方面 他本身就是学经济的 那么他对这方面他有自己独到一面 所以那么蔡英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主要的以前的我们看得到就是在政治方面 可能在两岸方面 他有独树一帜的台独理念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至于说其他经济方面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倒是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反而现在还不明确 但是朱立伦现在未来一年还有一个在新别市继续执政 那么他要不要参选新别市的市长呢 这一部分还有待观察 另外有人认为说因为朱立伦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路线跟马英九做了一个区隔 所以马英九的包袱不见得会成为朱立伦的包袱 是他这个这一部分他很聪明 一方面做了很好的区隔 一方面也没有去得罪这个马英九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方面 他其实还掌控了一些东西 让人家觉得有期许的可能 好的谢谢蔡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这样刚才蔡长先生讲的变数看来还很多 包括了这个两党的提名制度 还有这个2014究竟朱立伦要不要出来选新北市长 还有这个两岸政策接下来会不会成为2016决胜的一个关键 想听听您的分析 吴汉武教授 主持人刚刚讲的很好 2014年到底谁出来选这个新北市或台北市长 这个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如果朱立伦就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出来选了 那当然对2016年选总统他就失去机会了 所以我们还要看这个目前这个国民党内部作业 提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至于在2016年这个两岸政策会不会是一个焦点 我想是的 这个在民进党最近我们也看到他提了这个对中政策的检讨 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到了好像都说了无心意 但实际上对民进党来说要转这个弯 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想这个未来会不会再继续的朝中间去走 这个是有待我们来观察的 如果他不能也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就像这个他的发言人讲 坚持的更坚持 灵活的更灵活 我相信这个对民进党未来做这个总统选举 会是一个障碍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分析 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 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 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那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 蔡先生就是说 您刚也提到了这个 其实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 也就是大陆 这个他们成为中国政策 并没有好像目前看起来没有缓解的这个迹象 没有转环的这个情形 但是民进党也重新的恢复了驻美代表 也就是吴钊燮先生 他可能还是希望透过这个 有这个驻美的一个管道来跟美方来沟通 民进党的这个中国政策或是两岸政策 那么就您的目前的观察 就是民进党的这个 在他的驻美的这种办事处跟管道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民进党的 他们的至少是两岸政策来讲 让美方能够不会像之前的选举 08年那一次一样 让美方有比较高的疑虑 那么或者是您所观察到 民进党在他的驻美代表处 有发挥比较好的这种沟通的 或者比方说跟美方也好 跟侨借也好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 想了解详情 这个蔡先生为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 是不是有发挥他适宜这样的功能呢 我想这一部分 从华盛顿地区来看 这一部分的功能 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当然是有一点解说的功能 但是基本条件不变 那么除非有什么私下交换条件 那么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中美两国希望能够和平共同发展 美国政府并没有想要对这个 中国大陆北京的核心地益 有所侵犯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两岸关系没有改进的话 那么我想两岸的政策 民进党两岸真的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美国要去支持这个蔡英文 这个可能性很低很低 那么我想民进党也好 这个所谓的谢长廷 那个派系的人也好 他们正在努力流转这个两岸政策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希望能够有所变化 可惜这一次是功败垂成 那是这样子是不是苏贞昌就是赢了呢 那也不见得 因为假如苏贞昌死报的台独不放的话 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因为大陆现在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 比以前都大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到时候大家要在现实上做选择的时候 我相信两岸真的还是会觉得是很关键的 好的 谢谢蔡德良贤人 那么回到台北想请教吴汉吴教授 刚刚东宁也引述了几个分析或者是民调 像在台湾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的话 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说今天大家都好像把 想要把蔡英文安在台北市来选 就是我们现在看眼前的这个选举 14年的选举 好像大家都把蔡英文想要安在台北市来选 或者朱立伦可能安在新北市来选 一面比较高 可是问题是现在台湾的民众已经很厌倦那种 你这山望着那山高 或者是吃碗内看碗外的那种情形 所以只要你是选台北市长或新北市长 你几乎16年就不可能出来选 所以拿这个你现在在台北市有多少人望 或者是你现在有多少的这种支持率的话 来看你是不是能够16年来选总统 这个会很奇怪吗 您怎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基础呢 我想这个是因为媒体在做文章 所以现在就把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 这个主要人选拿出来 但实际上他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先看2014年选这个五都的这个市长 到底谁出来 那么这个各党里面都有自己的盘算 而且在台面上面这些人都披尺互相 这个这个有打算 如果假如蔡英文出来选市长 当然就不可能出来选总统 所以当然苏贞昌也有人拱他出来 再继续再战新北市 但同样他也是会面临 将来能不能再选总统的问题 我想这个在对民进党自己内部 在提名上他都会做考量 那么当然在这个国民党里面更这个这个关键的人物 就是朱立伦这个角色 到底他是不是继续选新北市 或者选台北市 或者甚至于都不选 将来选总统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事情 因为这个还在运作中 我们不能在这边就一字断言说 将来可能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这因为政治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假说在这个 我们我想这个朱立伦在国民党内部的这个安排 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指标 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东宁 好的像刚才吴教授讲的这个五都的 今年的这个七合一五都的选举 可能也是2016总统大选的一个关键 稍后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做台北市长的分析 不过我们今天线上非常非常多听众 想先接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先请这个新竹的陈先生发表 你对我们下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 新竹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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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于有些主持人讲说 民进党台独这个党纲 我是觉得非常的差异 以前马英九他在这个时候 说总统不能直选 总统直选代表台独 那台湾已经总统直选那么多次了 那为什么这叫台独吗 那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不是算台独呢 都只是个名词而已嘛 他是主权独立的地方 也算台独吗 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跟共产党两个在呼应这个东西 他们最怕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啦 自由民主的制度 那另外一个台湾选举很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国民党有天文数字的党产 这个党产的话 选举是非常不公的 不管是媒体移民 或者是绑装 这个黑道来加持民意 固装 这个对台湾的自由民主都是很不好 对给中国自由民主的制度也是非常不好的 好的 谢谢新竹的陈先生 谢谢您 山西的伍先生是下一位 山西伍先生您好 伍先生请讲 对 实际上街上的上半场的话军和下半场也可以结合起来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日本那么称呼 就是咱们兄弟两个不太和 就像那个八年抗战也是兄弟俩不和 才让日本人才进来的 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应该团结的 好好的力量做得足足的 这样嘛对咱们看到那个台湾大陆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不花那么多钱 也不是你看他买那个 那个高价买那个美国的那些 美国的那些那些那些个玩意儿 好的 谢谢山西的伍先生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 谢谢您的来电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谢谢 谢谢您 台中的姚先生在线上吗 请说 主要就是像那个纽约市长12年他非常有钱 有钱并不是对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要送给大家衡量这个全球 这个两岸关系 我是讲说 去年的遇词就是比人意理智性 迷信见信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谢谢您 台中的黄先生 您好 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请说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谢谢您了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您的声音了 那么另外一位台 谢谢您 好 新年快乐 另外一位台中的黄先生 现在在线上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台中的黄先生 是我 请说 请讲 那个 那个国民党党都在放风声 就是要压折那个下折那个柯文哲 因为如果柯文哲真的出来选台北市长选胜了 那么国民党2016也完了 那民进党想要完成一个 他的那个求政梦恐怕也很难的 因为他成功了之后 入省台北市长选功了之后 那么中间审民的助力就起来了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台中的黄先生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听众 请大家耐心等待 我们应该还会有时间 接下半场再一轮的听众来 不过刚才黄先生提到了柯文哲 现在柯文哲现在在台北很红 我想再看一张我们选举的图卡 请在华盛顿现场 太大平息一下 目前当然2014年今年 最重要就是看这个年底的七合一了 当然五都选举当中 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么多 就先谈这个首都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 看看目前的这个最新民调 也是TPBS民调中心做的 这个柯文哲刚刚提到了 这个台大医师 一个政治素人 代表了这个在野势力 台湾的在野势力 他也没有加入民进党 他目前的支持率是47% 三个百分别 领先了这个联盛文 就是这个在两岸关系上 经常到大陆访问这个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 连胜文 你怎么看柯文哲现象 还有他目前的民调 跟可能代表国民党 出来参选这个连胜文 他的胜算有多大呢 其实这个 目前这个民调看起来 我觉得是国民党 也不用这么担心 因为大家真的说很闷 所以都希望有新的面孔 新的人出来 所以柯文哲在动情况之下 所以柯文哲在动情况之下 就变成一个很好的 那事实上等到选举到了 到了真的在进选的期间 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谁真的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工作经验 这个行政经验 那么连胜文在这个 台北的这个 和捷印方面 他做了很好的一个 他以前是台北捷印的 那个董事长 那发行这个叫做游游卡 在现在几乎是在全台 台湾都在发行 所以其实是很成功的 在这方面他的行政经验 领导团队经验上 他是很好的 所以真的到了 真的在选举的时候 这一部分可能还浮上台面 那么柯文哲现象 我相信是一个 全台北的 全台湾的现象 就是大家真的对这个 很懵的情况下 希望有个不同的人出来 当然这可能 他到时候会有个变化 但事实上他是没有 所谓行政经验的 所以这个情形可能 大家有些现实的考量 到时候会产生出来 好的 非常感谢蔡良先生 也请教在台北的 武汉吴教授 继续是台湾的选情 刚才听众提到说 如果柯文哲赢了的话 那国民党2016也不用选了 看来很多都认为说 这2014今年的选举 跟2016两年后总统大选 是有个高度的联动性的 那您的从政治上来分析 您觉得这个联动性 会是一种 钟摆效应 还是骨牌效应 如果真的是七合一选不好 国民党两年后就完蛋了 还是说 有可能激发出更多 蓝营的民众 反而在2016那么早 还很难讲呢 您的分析 我觉得有影响 但是并不见得 一定是绝对的影响 因为到从2014到2016中间 还有两年的时间 各种变数还存在 而且选举最终 我们还是看候选人是谁 不同的候选人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就像刚刚主持人 所讲的柯文哲提出来了 那是不是民进党就接受柯文哲 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 对 那么还有另外就是 连胜文目前民调 好像似乎在落后 但是这也有其他的因素所影响 比方说 这个是不是受到威胁啊 或者是一些过去 对他这个家族的一些 不利的这种传闻啊 所以这些都会造成 连胜文的影响 那当然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短暂的因素 也并不是长期的因素 真正如果假如连胜文 从国民党出现的话 那么我相信整个的选举 才会明朗化 好的 谢谢吴汉吴教授 我们今天线上听众很多 我想再接一些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看其中也有可能一些 还在这个讨论上 漫长话题的 在最后把一两句话的时间 留给两位来宾 来做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浙江的张先生您好 请抓紧时间 浙江的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 请说 主持人你好 嘉宾你们好 我想台湾人民 应该很清楚地看到 希望和平的老百姓 都会选择比较 比较适合于现在 当今世界潮流的 那个党派 对不对 您认为是男的 我前面提了 中日关系这个问题 中日关系这个问题 如果 如果 真的想打的话 中国人应该也会接受的 我感觉 好的 谢谢浙江的张先生 江西的丁先生您好 请说 感觉他有点狂了 丁先生在我们线上了吗 我感觉他有点狂 在线上 那个 现在安倍政策这种 败鬼 这种败鬼 我感觉真的太不是 对世界人民 起来和平的人民 我感觉到 太那个了 太对不起我们 这种喜欢和平的人民了 好的 谢谢丁先生 下一位是台湾 新北市的陈先生 新北市陈先生您好 请说 一 那个主权 台湾主权要独立 尊严 二 经济要跟大陆合一 工作机会多 有收入 才有刺激消费生产 所以经济要合一 主权独立 经济合一 三 朱立伦 蔡英文都不错 没有意见 四 美和弊案 把国民党的形象 重错国民党形象 所以年底国民党被选了 再见 拜拜 好的 谢谢丁先生 云南的赵先生您好 抓紧时间 赵先生一两句话 发表您的看法 赵先生 是我呀 请讲 是不是我 请抓紧时间 赶快说 赵先生 哎呀 我说的 不管是日本啊 中国啊 都是 平时话 造成的 对台湾来说 是 干啥 赵 好了 感谢云南的赵先生 第一次来电 不好意思 我们得打断您了 想请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上下半场的话题 做大约各30秒的总结 蔡德良 蔡先生 我想中日关系 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日本在过去的经验 我们知道 他们是很有准备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 北京方面能够做好准备 假如一旦有需要 不管是打仗也好 或者是经济战也好 都能够做好准备 了解日本 了解什么 那么在台北方面来讲 很简单 就是说 其实从2014选举到2016 其实有一年多的时间 对很多小选总统的时间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在2014 可能在这上半年就要决定说 你要不要参与2014的选举 所以就知道说 2016是谁会来选 好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很大的 很多可以观察 好的 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中日之间的冲突 它是一个必然的 因为它是区域中的两个大国 他们彼此之间 在不管是在这个权力 或者在发展上面 都是互相冲突的 那么美国目前还是 在整个世界局势里面 扮演一个主导者的角色 所以我们认为 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谨言慎行 然后让这个区域能够和平稳定 那么对台湾来说 台湾这个无论如何 需要有一些新的气象 所以透过我们这个选举呢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适当的人选 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 为台湾带来新的这个发展跟繁荣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结论 也谢谢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大家 好的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 董事长蔡德良先生 以及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 吴翰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